被个棒来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乔珊 我是言妮 记起了葛优范维等S级喜剧演员的电影 《两只老虎》 就要在本月29号上映了 康康主演真容 拖拖的神仙大家呀 我们请来主演代表乔珊和言妮 让大家感受下他们的喜剧实力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通过这次榜年 我基本已经破产了 通过这次榜年 我基本已经破产了 通过这次榜年 我基本已经破产了 表情加动作 就完了 那我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表情加动作 我的这个角色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的这个角色呢 就是它是一个像 它是彩霞 就是感觉就是一道霞光 但是它是在天上的 它又不是在地上的 它只能是在梦里的 所以就是彩霞在梦里 聊起电影的拍摄感受 俩人也是一个比一个不走寻常路 你方唱吧 我登场 挡都挡不住的表达欲 关键还都讲得这么有趣 厉害这个词 脱掉君都说卷了 就我俩穿睡衣 在三里屯溜的那样 所以他说他带我买衣服去 我说我都穿我的衣服 我说你别穿了 我俩穿着那个睡衣就出去了 然后就在那买衣服 在三里屯 挺怪的 白天 我觉得特奇怪 不 看大家的那个新发型 包括那造型 大家都觉得特别逗 不奇怪 乔珊带着葛大爷强势感受三里屯接拍 严一更是不遑多让 还不会骑翻斗车呢 就要让乔珊跟着一起 get飞一样的感觉 论虎怕是无人能出其忧了 我想说就是 我骑的那个翻斗车 因为我不太会骑那个车 然后当时是 我们在北京那个 山路是很窄的山路 是很崎岖的 反正其实就是那个路 是很那个什么 很不好奇的 我也带着他 带着乔珊 但是我觉得乔珊 他真的是害怕 他小声地拉着我 他说姐 姐咱还是慢点 姐咱不为啥 姐 满满的画面感有没有 特朗军怀疑 他们偷偷去进修了相声 但又没争取 又或许他们天赋异禀 都是被演艺事业耽误的 相声台珠子 而且除了相声界 种子选手之外 乔珊和严谨还是 非著名娱乐圈减肥代表呢 两人就减肥话题 导演了一出戏 真是谁看了都要笑插鸡呀 第一次跟薇姐见面的时候 薇姐说不行 你这状态 就得瘦20斤 因为我们剩一个月 就要开机了 然后就一月瘦了20斤 我在拍摄的那天 我真的说 我说你瘦了 那次我是感觉 今天他是不是又胖回来了 薇姐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其实前辈 我们都是从小看上戏长大 暑假女皇 减肥腹胖这事儿 真怪不得导演啊 乔珊你一口一个前辈的 是觉得赵薇提不动刀了 还是你飘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 心态变年轻了 就像严妮一样 变身迷解 评价肖战唱的两只老虎 追星这件事上 严妮审美可真好呀 那个两只老虎 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经常听的 我们是 我们在这个戏里面 其实每个人都唱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所以他唱 我也是听到了 更年轻的 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喜欢的 一种人的 他得对于这样的 我们两只老虎的一种 诠释 所以 我也学习了一下 一群认真搞笑 随便聊聊天 都是一出 清喜剧的人 拍出来的电影 一定是精彩分成吧 那就让我们期待 11月29日上映的 两只老虎 到时候电影院 不见不散哦